最近评论区是越来越离谱了兄弟们 我看好多人叫我捏初号机 你们不要太过分了兄弟吧 想把它给捏出来完全是地狱级难度 你们自己说这么复杂的结构能够捏出来吗 但是我想想如果能够把它给捏出来 一定能够收获非常多的点赞 那么你们懂的帮我把赞给点起来 接下来咱们直接挑战地狱级难度初号机 那么首先咱们看到这初号机 长的是瘦高瘦高的像电线杆一样 想要模拟出这种身形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它换一个模型 这块模型怎么样 然后我们再给它加上一个脚 有好多人不知道这脚是用来干什么的 我们给它调一下位置 看出来了吗兄弟们 模拟初号机的头部结构 你看这初号机的头部结构长得这么复杂 这该怎么模拟呢 来我们先给它加上一个围巾头盔 调一下大小 咱们先把形状给弄出来 你们觉得这样像不像 好像有点像 脸上再给它戴上一个防毒面具 毕竟它的脸是非常小的 所以说咱们必须调得紧凑一点 好的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初号机有一个显著的特征 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下巴 头上还长了一个这是天线吗 还是什么的 那么这两玩意很简单 用这个法老的胡子 来来来我们先调一下下巴 是不是有点感觉了 天线看上去好像更细更长一点 把它安装在头上 有些人可能觉得不像 接下来我们把颜色给调一下 这样一来圆圆看上去 还挺像的有没有兄弟们 好的接下来为了让它保持这种完美的身材 咱们直接给它来穿一个超级英雄的衣服 那么紧身效果瞬间就出来了 接下来手上给它简单的装备上盔甲 脚上再装备上盔甲 那么这样一来 一个简易的初号就形成了 接下来咱们再给它加上一点点细节 首先它的肩上有一个像翅膀一样的结构 这还不简单吗 直接给它来穿一个肩甲 调扁调长 挂在肩上 有一说一啊 看上去还挺霸气的 反正它的身上还有很多细节 但是咱们也模拟不出来 只有简单的给它加上一点 还有它的脖子是不是黄色的 脚上再给它来上一点盔甲装饰一下 模拟出了一种机械的感觉 那么按理来说 这初号机应该是非常巨大的 但是全战模拟器这个游戏里面是知道的 一旦把它调打 就会变得非常不稳定啊 所以咱们站起来给它来个1.2倍吧 给它来上一把非常帅气的枪啊 不行 这把枪不得劲 给它换一把 这就好多了 好了简单的调一下颜色 右手再来上一把刀 那么接下来技能咱们就调的狂暴一点吧 反正这初号机平时打起下来非常的暴躁 咱们就乱加一通吧 啥技能都有 接下来移动速度8倍 攻击速度20倍 伤害来个15倍 主打的就是一个暴躁 其实我捏出了三个版本的初号机 这是基础版 这是初号机的暴走形态 全身变红 手上拿着超级全球的拳套 这边还有个巨无霸形态的 虽然不稳定啊 但是我还是把它捏出来了 好的 现在上场的是基础版的 现在试下水 它开了一枪 直接打穿了一排箭矢 你这是在干嘛 它摆了个POSE 随后直接冲了上去 你们看这冲击点 相当的扎理 根本不用动手啊 直接撞一撞 就能把这箭矢给撞死 一个巨人践踏 人直接飞出了十米高 随后一脚 我去 这脚就恐怕堪比蓝色妖极了吧 简单触暴没什么好说的 来 再来打一个正式试 一枪就给秒球了 那么这暴走形态岂不是更无敌 那你打得过蓝色妖极吗 到我开始表演了 蓝色妖极一个闪现到面前 一拳给锤飞球了 蓝色妖极走上去踢了一脚 没想到初号机竟然扛下了切尔系的力量 诶 这蓝色妖极是在原地装死吗 走上去 直接打爆 来 打一个直升机 空中打击 我看你怎么打 初号机直接挡住了子弹 直接飞了上去 啊 精准命中 一脚踢包球了